蓝天白云在海很美 犹如天空之境 一山半海 地路上美景不断 在海南有一条被誉为国家海岸一号风景道的环岛旅游公路 这条公路像一条珍珠项链一般贯穿海口 琼海 文昌 山亚等12个沿海市线 沿途风景秀丽 全线超过一半的路段可以看到海 那么目前这条公路正在建设当中 计划在今年的12月底全线建成通车 我是中心设计者林思杰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提前探访一下这条美丽的环岛旅游公路吧 驾车驶入位于海南省东部的文昌东郊椰林路段 沿途椰树成片 组成一片冲脆的椰林 犹如海岸线上的绿色丝带 湛蓝的海水与绿色丝带相映成灰 让人流连忘返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风车海岸路段 延绵数公里的风车巨人映入眼帘 他们一致排开 矗立在海天之间 三叶在海风的吹动下缓缓转动 汇救一副壮丽的海天画卷 告别文昌 我们沿海南岛东部前行 来到琼海博鳌段 在这里风筝冲浪爱好者 手持横杆 操控风筝 脚踩冲浪板 踏浪前行 这是他们打卡环岛旅游公路的独特方式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的博鳌路段 那么穿过我身后的这片椰林 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沙滩海岸 这里也是许多水上运动爱好者和游客的打卡圣地 那么我们沿途看到了这么多美丽的风景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游客们他们的心里都是什么样的感受吧 很不错 很不错 蓝天白云大海 很美 我觉得经过这条路打造以后 感觉人文和地理的结合 我觉得感觉还是很好的 在这里拍拍照可能心情也会好一些 博鳌这个地方玩这个风冲 在国内来讲是风的条件 周边的吃住也是算最好的 而且每年会吸引好多全中国 甚至国外的风冲友也来得很多 将来的话我觉得比较漂亮的还是山青湾 因为它贴着山的地方 在肢体高架桥里 让大家视觉看得更开阔一点 更壮观一点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万宁正门岭大桥段 是其中少有的林崖路段 道路位于半山腰 环山而建 桥下是美丽的海湾 公路与海湾形成山海相伴的美景 站在桥上可以俯瞰整个山青湾 景色尤为坠人 除了椰峰海运沙滩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途 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美景 走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打卡 看完了海南岛东部的美景 驾车一路向西 我们来到蜿蜒曲折的丹州 鹅曼段 该路段具有特色火山地质地貌 主打火山海岸景观 极富原生态的美感 未来 这里将打造成火山旅游度假区 喜欢大海与火山元素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哦 离开丹州 小伙伴我们这次沿着环岛旅游公路一路走下来 看到了这么多好看的地方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几个路段体验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椰峰海岸 火山 湿地 还有风车 这些特色景观 然后让人感觉越有味境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们沿着旅游公路 来到了当周额曼镇的这一段 它主要是以火山颜的特色景观为主 主打火山海岸 可以看到一些原生态的一些海岸景观 看上去很美 可以在这个地方拍照和出片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它一路上是美景 都是不同的 我们也可以好好期待 是的 到时候咱们屏幕前的小伙伴 可以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 驾车来到这里 打卡 欣赏海南环岛的美景 好了时间有限 咱们这一次的全程的体验报道就到这里 拜拜